刘薛舟昨天凌晨的时候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 然后选择离开了这个病人的世界 昨天我看到全文很多自明体人都在说这个事情 今天早上一早我就看了刘薛舟留下的那个非常长的遗书的全文 看完以后心情非常的沉重 他还是个孩子 他还仅仅是个孩子 他从生下来就没有得到一点真情实感的一点滋养和安慰 他本来想出于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本能 他渴望得到这个父母的关心 寻求到这个自己亲情的这个温暖 但是又没有想到 又寻找得来的反倒都是 把他推向更深的这个深渊的 冰冷的这个无情的残酷的父母的二次抛弃 即使寻情以后他了解到自己是被自己亲生父母卖的 这个残酷的真相 他当时他都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选择了包容这一切 接受这一切 更加让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当他选择跟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提出说 给我一个地方住 却被别人这个曲解成 说要给他买一个房子 遭受了更大的一个房子的暴力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 想要求生 想要继续让自己过好 坚强的活下去的一个勇气 当他不得已去面对这对其他父母 纷纷为了保护自己现有的家庭 不愿意接受的 而第二次把他拉黑的时候 遭受他第二次遗弃的时候 他当时出于愤怒是想起诉这个亲生父母的 但是出于为了弟弟妹妹考虑 他选择了包容和接受 牺牲他自己一个 去成全他的弟弟妹妹 其实当我看到和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太不容易了 年龄这么小 还是一个还未完全懂事的一个孩子 他已经承受了一个成年 都无法承受的一个痛苦和现实 但是他没有抱怨 他选了谅解和包容 可是当他唯一以网络上这一点点 钉点的这个鼓励和温暖的时候 却有更大的一股冰冷的一股力量 再把他推向更深的深渊 有群人诋毁他 说他15岁了 早就应该自己更深了 不应该再去 期盼着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 问自己的亲生父母要这要那 有一群人还在诋毁他 说他崇尚品牌 然后买名牌 有些人还诋毁他 指责他 说不应该去寻找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 有些人也指责他 不应该再去找那个 当时拐卖他的这个人贩子 不遭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呀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网络上总有这么一批人 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做人最起码的良知和善良 从小我们的父母和家长就教育我们 做人要懂得换位思考 要懂得用善意去接纳和迎接这个世界 但是为什么总在自己身上 却总是拿着一个刀子 拿一个尖锐的刀子 去与这个世界去肉搏呢 一个15岁的一个孩子 他怎么得罪你们了 一个15岁的一个孩子 他与世无争 处处懂得包容和原谅 他怎么得罪这个世界了 当刘薛舟的老师回忆 说刘薛舟 没有想到刘薛舟这个孩子 是个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 并且在学校里还担任这个学生会主席 一直在愿意非常愿意 积极地去帮助别人 没有想到他经历这样的一个命运 他承受了这么大的一个不公 即使承担了这么多的不公和残酷的待遇 但他依然笑对这个世界 依然表现出来坚强 去拥抱这个世界 要我看不是刘薛舟病了 是这个世界病了 是这些心存邪恶和残酷冰冷的这些人 内心有一颗肮脏无比龌龊的心灵 是他们病了 他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不该在这个世界上喘息地活着 那些说刘薛舟15岁 早就应该自己更生的人 你们拿刘薛舟当孩子吗 如果你们的孩子15岁 你们去这样去告诉你们的孩子 你们早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更生了 你换位思考 你把刘薛舟当成一个孩子去看待了吗 那些说刘薛舟不应该去寻找 自己亲生父母的这个人们 你们换位思考 如果你们踏上这样的一个命运 你们看到别人失孤 然后寻找到自己的孩子 一家幸福团圆 而自己无家可归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心寒吗 你们不渴望温暖吗 不渴望亲戚为记吗 那些说刘薛舟继续去追问 关于拐卖他的那个人贩子的 这个事件的人 说他不应该继续去追问的人 你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 自己被拐 有可能别的孩子 也有可能被这一个人贩子拐卖 你们不希望去解救 不希望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寻找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吗 为什么他仅存的这个 在内心里边一点点善良和光辉正义的 这个种子却被你们说成是多管闲事制造麻烦 你们没有正义感 你们没有良知和道德 你们往有良知和道德的身上泼脏水 雪崩之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刘薛舟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说了他来到人这一世间 接受到所有的不公平 他控诉了他接受的所有的不公平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绝望 也是用自己的生命速写的对所有邪恶和不公的 控诉的写书 他才15岁 他还是个孩子 希望我们所有的自媒体人 都能够积极发挥正面 积极的这个力量 都能够替这个孩子 能够发出讨回公道的声音 都能够在这个媒体当中 发出惩恶扬善的声音 刘薛舟走了 这个冰冷的世界欠刘薛舟 欠这个可怜的孩子一个交代 希望我们在人世间 所剩无几的善良和正义 能够替这个孩子发出声音 能够替他讨回一个公道 彻底彻查在他的遗书当中 所有的牵涉到的人和事 能够让这个孩子在重生的路上 在投胎 重新选择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能够看到人世间 仅剩的一点点光明 能够让他感觉到 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的正义可言 人世间还是有温暖可言 不是所有的生命体验 都是人间不知道